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Facebook的朋友請贊好鄉簡新聞 微博的朋友請關注肥租電台 不漏不知哪座 編劇 鄉簡辦公室 監製 出到我們盡的大小姐 嘩 Joseph 你今天的早餐很豐富 又湯麵又三文治 咦 還有腸粉 真棒 你自己沒有早餐嗎 我吃了幾天杯麵 吃到嘴都歪了 咦 那就好像你的偶像釘書見 是嗎 Oscar 我又不明白了 你只有一個人又和媽媽住 幹嘛你經常都沒有錢 什麼沒有錢 我要儲錢 Oscar 又拖帕 這麼快就儲錢結婚 你以為我像你一樣 經常發孝發燈 顧女兒 香港沒有希望 國安法出了 言論自由都沒有了 那我當然要儲錢移民 咦 尼文 你哪有這麼多錢 不用很多錢 現在台灣說會幫香港人 我們可以申請過去政治庇護 在未批這個居留權之前 他們還有免費住宿給我們 嘩 這麼好啊 咦 他們不是提供免費住宿 他們只是集中安置你們 正確來說就是避難所 我知道了肥麗 那就是越南難民營 哈哈哈哈 唉 拜託你們這些傻子醒醒一下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來的 你們未暴動之前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城市 排第三位 是十大安全城市之一 本來住在這麼好的地方 就說現在要走去做爛民 我想全世界沒有人蠢得過你們這些港豬 自從他們暴動之後 香港在世界的排名都掉了 現在香港就真真正正的沒有自由 說一句不對就打人 還要丟汽油彈 還有放炸彈 香港現在就是被他們搞到又不安全又不自由 我都沒有想過原來蘋果的洗腦真的可以這麼厲害 明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還可以說自己是沒有自由 其實本身香港人都很害怕中國 所以很容易被毒果挑釁 肥佬黎自己都很害怕和很討厭中國 以前六四的時候 他也有捐錢和幫大陸的學生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影響到他在大陸的生意 之後他就在香港做傳媒 你說 被一個這麼討厭中國的人拿到傳媒的手 那香港怎麼會不亂呢 那他也很小器 都這麼多年了 他還這麼大仇恨 他不只是仇宗 他還很害怕中央會干預香港 所以他就先下手為強 經常跟那些小孩說中央會干預香港 會沒有民主自由 那就會令那些小孩發瘋狂出來反抗 根本上就是肥佬黎傳染他的妄想迫害症出去 這些肥佬病毒才是最厲害的 告訴你 肺炎也說有得醫 蘋果毒一中就沒有人性 連基本的道德觀念都會沒有 是啊 在肥佬黎心裡 認為民主自由就是上帝 所以那些人不是說 獨國現在就是最大的邪教 還有啊 還有啊 那個蔡英文啊 也是仇宗仇道 連人性都沒有 人家的女生被殺了已經很慘了 他居然說不接受那個兇手回到台灣自首 你說這些垃圾的品格差得怎樣 李方他會對那些香港人好嗎 他是利用仇宗的情緒去拿政治籌碼 那也是啊 他說一下而已 利益就最現實了 現在你們這些香港人 是去拿他們的資源 那些台灣人當然是不肯 你猜真的和你們是手足 你猜真的有親嗎 還有啊 我都不知道多想那隻肥菜 說真的不是吹水 如果那個人收了那些港豬 真是十分之好 我拍手掌 我都不知道多想他們快點走 不要再搞亂香港啊 秋姐 那不如和重公司申請 買張機票給Oscar等去台灣 又免費機票又不拒 免費機票又沒用 我聽人說過到去 初頭就說什麼都行 但等了很久 都沒有實際的措施幫到他們 又不可以打工 天天只花錢那怎麼辦 那秋姐 如果公司呢 反正給免費機票 不如順手 津貼給我 我就馬上走 我津貼你的命 拜託你不要這麼多幻想 Oscar 盛藥只是想著怎麼不勞而獲 我跟你說啊 鄉間劇場的YouTube Channel 還未夠訂閱 你好和我給點心思 多點分享出去好過 O O 你搞定所有事情了嗎 我一會兒還要去 紫敬街站做採訪 你和我出去 哇 李紫敬啊 我很喜歡看他的頻道 我也是 他很帥 他上次上視點31 KO羅冠聰和利君 真的很精彩 哇 秋姐 你這陣子是不是常常約 藍營KOL做訪問 上次是何志光 這次是李紫敬 哦 那當然要約正常的人來做訪問 難道要約喜歡暴力的人來做訪問嗎 唉 又要我去這些街站 很容易被人打的 嘩 你是黑暴 你們不打人都偷笑 你用怕被人打 走吧 唉 那好吧 Oscar 不用怕 上次和你淘寶訂我的頭盔 到了 唉 這樣也沒那麼怕 咦 咦 真的很多人排隊 和阿智敬拍照啊 喂 哈嘍哈嘍 紫敬你好啊 哈嘍你好啊 你好啊 秋姐 喂現在方不方便 和你做訪問吧 好啊 沒問題 你們今天的街站做些什麼的 我們呢 我們呢 今天呢 做一個支持國安法的簽名活動 嗯 還有呢 我們都會幫些市民啊 就登記拿政府過一萬元啊 原來啊 有很多市民都不知道怎麼拿的啊 很多長者問我們啊 啊 如果有水果金的戶口 還要不需要申請呢 其實是要的啊 哦 哦 這樣也挺好啊 其實你們建設派都真的挺細心的啊 很為市民著想的啊 那我想訪問一下你了 早幾天呢 那班暴徒就開始出來搞事了啊 早幾晚啊 我在新聞直播那裡啊 看著一大班記者 圍著幾個警察 不停起勢地罵啊 那我留意到那些留言呢 就說了 這班其實是假記者來的啊 那其實啊 紫敬 你又對假記者這件事怎麼看呢 其實香港呢 假記者的問題呢 真的非常之嚴重啊 那而且這個似乎呢 是香港獨有的問題啊 嗯 有警察呢 會防我們看直播的時候呢 都會看到警察在防線前邊啊 都會站滿一班呢 是疑似記者的物體 是啊 穿著那班黃背心的樣子 其實啦 也有媒體之前揭發了啦 哇 十三歲啊 原來都可以扮記者 而且有些網媒的記者啊 甚至乎拿著直播啊 不斷對著一個Madam啊 對她作出性騷擾啊 試問這個假記者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在香港非常嚴重呢 上一次啊 已經被人打爆了啦 去五間店就爆五元買一件背心而已嘛 話實話啦 你上次去試點三十一的訪問呢 我也有看啊 我看著你跟那個羅冠聰辯論啊 真是精彩得不得了 我翻看再翻看 我看著你啊 我翻看著那個羅冠聰啊 完全是啞了 是啊 謝謝你啊 其實呢 當日呢 上這個節目之前呢 已經預視到呢 不單止是對羅冠聰一個人 而是對著呢 利君雅二打一的啦 利君雅過往很多節目都非常偏頗 經常做工的 但是呢 很感謝一幫網民的支持 我們做了功課呢 上到去呢 也都疾到他們 口啞啞的 那利君雅很離譜啊 問了我十三條問題 只是問了呢 羅冠聰一條問題 那所以呢 其實香港電台呢 這個呢 偏頗的情況 也都不是第一天獨有 城市論壇也好 事點三十一也好 很多節目都是非常偏頗的 嗯 那好了 最近香港電台的 副廣播處長陳敏娟呢 就說要辭職啊 那你又向這個出名呢 是吃碗面翻碗底的電台呢 又有什麼評語呢 其實呢 港台呢 真的應該要接近他了 因為呢 港台偏頗也不是今天的事 他有很多個節目 好像事點三十一也好 城市論壇也好 頭條新聞也好 其實都是非常偏頗的 那麼多年來 花了政府這麼多錢 但是又吃碗面翻碗底 其實如果我們接近香港電台 政府每年省下十億的錢 都不知道可以幫到多少市民 還有收回它在廣播島那塊地 用來建房子 都不知道住到多少人 嘩 對呀 紫敬這個提議真的非常實際 西門紫敬你收皮啦 收皮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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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不是呀 你把資料拿過來 好 OK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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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乃西呀 你們現在拿了別人的個人資料 我看到了 我現在去報警 哎呀 報警喔 哎呀 你這幫傻子 不是說黑警的嗎 現在又要報警嗎 你是不是還沒吃藥啊 你 走啦 不用怕啦 喂 好害怕呀 你試試買來 你 喂 秋姐 走啦 他們越來越多人 不用怕他們 不用怕 你們先走啦 我助理已經報警了 走啦 你叫我走啊 你叫我走啊 走啊 你乃西呀 喂 奧士卡 阿sir在附近來的 你們快點走啦 走啦 死婆婆 不要早起床 喂 你幹嘛開車 你開什麼車 你開張車都不幫好東西的 開車開車 你們不要搞女人 阿sir現在正在過來的 不是呀 你想怎樣 你 奧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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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去哪裡 嘶 喂 秋姐 我在這邊 嘶 嘶 嘶 你什麼鬼呀 你這個死仔包 奧士卡 你又像上次那樣 怕得走得去 我說你沒有義氣 真的沒有說錯你的 我怎會沒有義氣 我剛才一直在你旁邊 我在旁邊的桌子 填一張申請表 拿過一萬元 你這個死仔包 我們在這裡被人圍 你那頭在旁邊的桌子填表 我就是知道 那幾件番薯蛋傘沒有了 我才趁這個時候 在旁邊填好份表格 我懂得填的 還拿多了份 我稍後教你填 多謝你 謝謝 我說你沒有邀軍 真的沒有說錯你的 你不是說要對抗政權嗎 那你學什麼人拿一萬元 你們不是說很不喜歡建設派的嗎 那你更好意思叫人幫你申請 你們幻想力這麼豐富 不要到時又說人家拿走你的資料 去做什麼做什麼 Jr.就在內 搞定! 秋姐 搞定! 走吧! 好 красив 减肥的东西当然拿 钱照拿,政府照反 建设派真是蛮好的 帮我们拳牌表拿钱 这方面比我们的手足区议员好 不过我们为了反共 我还是会继续支持我的手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